很明顯的,現在在這個人權博物館就很清楚了 就是一個關於人權的議題 而香港比較覺得他有些意外 就是他很關心反抗的年輕人 而且他不只是台灣,因為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他只是保護台灣已經夠了 他當然也有提到一個請一個西藏的代表 講關於西藏年輕人的情況 我作為香港人當然是關心香港的年輕人 譬如學生留在香港 或者過來英國讀書的又沒辦法拿身份證 如果留在香港那些更慘 你剛剛英國昨晚提出的BNO 部門一方,自動有一個 有BNO可以這樣情況去英國 問題就來了 如果部門雙方都沒有BNO 這個年輕人曾經反抗過 譬如我們計一計 九十年之後出身的 到現在大概25歲 這些是極需要幫忙的 即是說這一班的年輕人 留在香港 有一部分現在台灣 他們不想留在台灣 或者想離開香港 那這班人怎麼搞 是否我提出來的就是 希望這一次 美國政府是可以 即是考量 是伸出本手幫忙幫忙 他很認真 因為他們團都 十幾十八九個人在這裡 都是關於一些 關於人權的一些 所謂應該專家 或者從事人權工作的一些 他的同事 但我都知道 因為其實他就不是現在來的 他是今年四月 因為我這邊就 到四月已經是收到台灣外交部 那個信息 他說佩納西會過來 有可能過來書店 那時候沒有公佈的 那我也都不方便出聲 那是到他中了招 那時候就開始說了 那時候其實就 那時候其實就 中國大陸的反應很強 又是軍事發言 又說同步 那這一次主要是 其實就 共產黨推窩作囊 這一次 那反而他這一次訪問 我覺得都挺成功 香港的情況他也談到一些 知道香港發生的事 作為一個人權的鬥士 他是清智 他有關注到 但是他不可能可以做些什麼 這個看起來 就是已經很不錯 321追新聞